大家好,歡迎來到K的視頻 今期我們來重建波特蘭拓草 其實幾個星期前我已經有這個想法 這個賽季的拓草確實令人失望 受傷的受傷,加上傳聞還要是滿天飛 無論是大米還是CJ都有不同的傷病 就算是健康狀態下,他們兩個今季的狀態也是一般的 雖然我很喜歡看他們兩個打球,特別是CJ 但是不知不覺都搭了8個賽季,今年是第9個賽季 如果從一個挑戰總冠軍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是時候要分開了 另外想幫CJ講的公道說話,上個賽季的季後賽 他打得比較頑皮 但算生涯的話,我認為季後賽的表現是比你更穩陣 當然這條影片的話,我會交易他們兩個 不過,我就會盡力幫他們找一些珍貫的球隊 所以大家就好聚好散 另外,有些球員我可能會保持著 譬如這個保衛和西蒙斯,兩個人的合同不算大 特別是西蒙斯,現實打得還算OK 當然,遊戲中的潛力應該就有限 其他球員的話,老機子是擁有大鳥條款的 可以考慮留下 不過老實說,既然都交易雙槍重建 其他球員就更加不是非賣品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交易吧 好了,我們的第一打交易 本身我是打算做一些一換二的交易 後來我打算多搭這個今年的新手 街甲布朗 他的交易價值其實比較低 嘩,今週勇士這邊 Jonathan Kuminga加上Clay Thompson 在2K22裡面,Clay Thompson不是非賣品 是經常放上交易貨價 本身我真的不想打劫 但是我都答應了大米 我說過了,雙槍 我會將他交易到一支增冠的球隊 今週勇士確實是增冠的球隊 唉,沒辦法了 其實我不想接受這單交易 但是今週勇士都要塞給我 我只能勉強接受 我不想這樣做 好了,剛才那單交易結束之後 我在想 既然Klay Thompson來到球隊 要不要趁熱打鐵 整個新的雙槍組合 如果是保羅佐治搭檔Klay Thompson 有沒有搞頭呢 我現在把CJ變成Point Guard的位置 他打Point Guard總評是高一點的 其實本身我的目標是一個Point Guard 但是 突然之間我覺得保羅佐治搭檔Klay Thompson 這個組合好像又有點看頭 我就說盡量會留下保衛 但是如果這個組合成型的話 小前鋒這個位置就是保羅佐治 我可能會用保衛去換Point Guard的手法球員 不如來吧 但是要留意一點的是 保羅佐治和Klay Thompson 下個賽季的總評會跌得很厲害 這個我肯定知道的 玩了這麼多年的2K 特別是保羅佐治 最近這幾座 一個賽季結束之後 他的總評都是下滑得比較厲害 如果要開功夫 如果要做這單的話 那就下決心 是這個賽季挑戰的總冠軍 我覺得 可以做的 來吧 兩單的大交易過後 先休息一下 我們現在是欠一個2022年的手輪籤 其實就是調給雅高功能 現在就拿回 沒有這個手輪簽都很麻煩 因為有史大平條本 所以這件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拿回2022年的手輪簽之後 整條氣都順暢 因為我們是拿回自己的手輪簽 所以變成一個完整的 非保護的手輪簽 很舒服的 另外史大平條本的限制都沒有那麼厲害 可以一次性調出幾個手輪簽 其實Poing Guard的位置 我目標是加蘭的 你說有沒有其他球員 有 SGA、Lonzo 但是這些人我們經常都換 換過球員 換種口味 我就打算打造這個外線大隊 加蘭都OK 蘭斯LITTLE加上Bangman Arundo加上Winner 就抽數 怎樣肯定是不行的 起碼都要兩個手輪簽 絕對要 不可能 沒問題 再加多一個 差不多 還是不可能 只能夠再加多一個 也是最後一個交易項目 2024年的 非保護手輪簽 對 這樣就不錯 好了 一單大街 老快舉 換手輪簽 回血 鳳凰聖太陽 送出2025年的手輪簽 是不錯的 但是有沒有2024年的 因為我們斷開了一頭 現在就比較麻煩 如果有2024年的話 就可以 沒有 沒有就算了 當然也不要太過分 因為我們就是送出Toni Snell 那鳳凰聖太陽這邊 2025年的手輪簽 都沒有問題 好了 接著就是第一階段的最後一單交易 縮小球員的數量 二換一換來這個Lei-Man 我記得他之前是沒錯 是在托方打球的 遲些的話 我們可以在這個自由球員市場 簽一些人 保齊球員的名單 好了 接著的話 我在這個自由球員市場 開了個中產給Emmon Sumner 然後開了個底薪給Boogie 全部都簽約 現在插齊球員的名單 打過9人的輪換 現在雙槍變成了Clay Thompson 和保來佐治 然後還有加蘭 加蘭的得分能力應該都不差 我說保維、保維、西蒙屍 全部都做到了 大米除了勇士 快艇的話 就得到了CJ 都算是珍貫的球隊 喂 那我這塊蛋糕都切得算是均勻 我已經盡力了 Jonathan Kuminga 現在是手發大前鋒的位置 這個位置接下來會不會有調整呢 很難說 要看他打成怎樣 因為我希望這個賽季爭奪總冠軍 好了 接著60天就過去了 暫時球隊的戰爭是分區排名第三名 還算OK 我就比較專注在內線球員的表現方面 Jonathan Kuminga 的話 始終都不太對 怎麼會我們都是外線大隊 他這個三分球 D加還是差一點 所以應該會再次加 另外 老基治 我講過會盡力保留他 但是他都說 在這個自由球員市場上試水 而且我們現在外線球員 比較厲害的情況下 內線 中鋒 希望搶籃版和Blockshot的能力是比較強的 老基治是10.6個版 1.1個Blockshot 如果對比卡比拿數據 14.3個版 2.8個Blockshot 嘩 2.8個Blockshot 果然是2K的最強工具人 你很難抵擋得住這個誘惑的 卡比拿實在太適合我們這隊球 不好意思 既然你自己都說要試試水 不如提前試水 提前試試在這個老鷹打成怎樣 那添加特例 做吧 這次交易應該沒問題 好了 接著就交易 Jonathan Kouminka 目標明確有外線能力的大前鋒 我剛才檢查了一些數據 Karen Johnson的三分球 在大前鋒這個位置 算是前幾 當然 身高矮一點 所以剛才交易卡比拿 就非常重要 他要做那些垃圾的 搶板和Blockshot 全部都是靠他 加上Rundle也沒問題 伊班斯來到球隊之後 可能要交易Bogi 因為中鋒這個位置比較多人 伊班斯就不夠時間再交易出去 可能Bogi會送出去 接著又過了30天 球隊的戰績依然是分區排名第三名 我也是打算加強這個替寶的深度 普迪斯 中鋒這個位置三分球A-是很高的 藍板會比較頑皮 但也有A- 他是非常之符合我們現在這個體系 我們是打九人輪換 中鋒這個位置不需要太多球員 所以我就一次性打包Cela和Bogi 基本上就二換一 這裡就顯示三換二的交易 攻略這邊說他們是爭罐中的球隊 一個二輪籤你覺得怎樣 還是說不可能再加上手輪籤 你們覺得怎樣 非保護的手輪籤 他們說OK 沒有問題的 接著就是這個賽櫃最後一單交易 也是炸乾球員最後的價值 基本上就是二換一 換來了Alex Burr 也是沒有問題的 最後的話 再在自由球員市場上 簽下卡利斯坦 保齊球員名單 那就OK了 值得一提的是 Alex Burr 過程這個 Shooting Guard的位置 總評會有上升 現在是80總評 所以手法 加蘭 Clay Thompson 保羅佐治 Calton Johnson 和卡比拿 Tibo 保維 普迪斯 Albert 還有西蒙斯 打了九人輪活 哇 我覺得這個陣容 真的幾豪華 現在我們三個得分點 三差擊怎樣 加蘭這個賽季不錯 效率有上升 K Thompson 19.5分 都OK的 三分球很準 保羅佐治 19.4分 效率方面 三分球好像差一點點 希望過後賽可以打好一點 暫時是沒有問題的 也都希望卡比拿 在內施的防守方面 發揮重要的角色 接著的話 第一個賽結束 智慕哥 MVP 金靈涵最佳新秀 最佳特隆 草蒙特 DQY 字母哥 按快了 不好意思 最佳陣容應該都是沒有我們的球員 最後的話 是52勝 分區第二名 其實都可以當成是分區第一 因為 塘鵝這隊球 在2K12 是很馬拉的 其實我們三巨頭的數據 之前都看過一下 差不多20分 17-18分 1-18分左右 他們的表現都還算OK 卡比拿來到球隊之後 板和球速率會少了些 但是都沒有問題的 希望過後賽可以打得更加好 另外 我們隊內的替寶第一人 寶維 3-7 三分球 都有長均14.6分 應該 這個長均得分的話 都有不少人上傷 就這樣看都不少了 當然有些球員的話 是中段交易 來到球隊裡面 九人輪換 OK的 來吧 對了 看勇士和快艇的戰績 先看NBA戰績 勇士這邊的話 是分區第四名 都不錯 大米的表現 怎樣 搭檔居里 嘩 非常高效 這個絕對是 職業生涯最高效的一個賽季 我看見他們送出了Dremont Green 換來了Christian Wood 接著快艇 喔 快艇就沒有比賽打了 不關我的事 快艇就不會用CJ CJ這個賽季的數據 都還算OK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 跟大米困一下 第一回合 不要這樣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就打太陽了 真的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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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合就要面對上個賽季的 嘩 唉 不要這樣啦 哈哈 不要這樣啦 好辛苦 砌一隊球出來的 不要這樣啦 不要止步第一回合 行不行 沒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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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無意啦 好直接無意啦 嘩 最後的話呢 寶羅佐治 34分 下一回合的對手 變態佬領 灰熊 也是2K寵兒 所以呢 很難搞啊 唉 沒有啦 我直接無意啦 實在不行的話呢 下個賽季再來 然後呢 1比4 真是慘 分區第二名的戰績 嘩 而且最麻煩的是什麼呢 下個賽季 可是寶羅佐治 和Key Thompson 中平呢 會下滑得比較厲害的 那所以可能我休賽期又要做事啦 沒辦法啦 所以最後 唐鵝奪 不是的 最後是藍王奪冠的 詹斯夏 等你FMVP 好啦 接著就進入休賽期啦 首先就加入Key Thompson 現在中平還沒下跌的 等到新賽季開始的時候呢 就會下跌的啦 那如果可以在這個時候 換到謝倫布朗 都不錯啦 上個賽季他的表現都OK 怎麼說才25歲啦 總平呢 應該還可以上升 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止選方案 好啦 接著就到 寶羅佐治啦 那我就看到 唐鵝這邊提出這個方案 其實我都 有點猶豫 怎麼說呢 寶羅佐治 雖然新賽季開始的時候 總平會下滑 但是應該都有8-5-8-6 左右的總平 唐鵝如果有寶羅佐治 再加上 詹姆利文森 本身都已經是2K重2 加上華倫斯亞斯 很難搞 但是我們都要止選 那 Brendel Ingram 他還有潛力 現在是1024歲 再加上華倫斯 加藥的價值都很高 那 都沒有辦法了 都要接受的啦 好啦 接著第二個賽季就開始了 這個陣容基本上就沒有變的 寶羅佐治和Clay Thompson 變成了Brendel Ingram 和Jalen Brown 其他球員的話 就是我們手法 九人的輪換 依然是那些球員 然後就簽了 Maxi Kieber 簽了Boogie 簽了Toscano 然後 跟著 之前當然是來到球隊的陣中 還有Damien Lee 還有Lenfer 就是這樣 和上個賽季的陣容差別不大 都可以給大家看 阿保羅佐治的總評 確實是跌了 跌成了86 現在士氣加成之後 有87 接著 K Thompson的總評 是變成了85 士氣加成之後 變成了86 所以我們做交易是沒錯的 是及時止選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陣容都OK的 待會我看看 有沒有機會換一個90加的球星 我始終覺得 在2K這個世界 沒有90加 可能會困難一點點 即是說奪館這方面 但是 這個陣容絕對不弱 接著 我大概模擬了60天多些的時間 球隊戰績分區排名第二 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 還是要做一件大交易 做大交易之前 都是那句 先回一回血 因為現在我們是斷開了2024年和2026年的首輪 剩下這三個都用不到 首先 換到力博這邊 2024年的前三選手保護權的首輪籤 也是沒有問題 添加特例 好 接著的話 我們就尋找2026年的首輪籤 其實 風雄這個布架不錯 的 其實還有一些交易價值 而且 我們就得到一個球員 Bank Melemore 遲些可以馬上送出去 但是 我就不想要2025年的首輪籤 換成2026年的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對 差別都不大 接著來應該是這條影片的最後一件交易 其實我一直都是比較擔心 Kelton Johnson這個位置 怎麼說都是只有1.98 外線防守B 禁區防守C 是比較頑 其實我們這隊 本身外線防守都比較頑 加蘭是B- Brendelgrum是B 需要一個內外兼備的防守球 正正就是班尼斯 外線防守 禁區防守 都是A- 其實是非常適合我們這隊 三分球都OK的 打過大前鋒的位置 Kelton Johnson加上劉逆斯 2換1 是不行的 但是 速龍是處於重建中的狀態 有點意外 怎麼說 現在是第二個賽季 那個已經重建中的狀態 兩個首輪籤還是不行 接著的話 2025年這個用不到 2024這個應該OK 因為它是夾在中間 不會受到紫萊平條款的限制 接著的話 三個手輪籤 終於搞定了班尼斯 接下來我就會保齊這個球員名單 基本上都是簽一些不會出場的球員 就是這個陣容 加蘭 Jalen Brown Brendel Ingram 班尼斯 卡比拿 蒂保 普迪斯 保維 西蒙斯 阿里克佛 夠了 接著的話 第二個賽結束 Luka MVP 爆露 Banchero 最佳新手 Christian Wood 最佳第六人 DPY Gobel 今年的話 應該都是沒有你的球員 入圈最佳陣容 最後球隊的戰績 56勝 都是不如2K 重熱 不知道是不是害了 Brendel Ingram 寶萊佐治 去到唐我 我看到他打得不錯 第二得分點 20.3分 而且都比較高效 我們這邊看 加蘭 19.9分 7.7個助攻 總評最高的球員 是他 Brendel Ingram 第一得分點 20.5分 然後 謝倫布朗 17.3分 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賽櫃 要看一場球 我們都不要跟2K鬥氣 第一回合 面對著 MVP Luka 率領的牛仔 3比1 3比2 4比2 下一回合 聖安東尼奧馬次 1比0 1比1 1比2 2比2 3比2 成功晉級 沒錯 好了 唐我來了 寶萊佐治 寶萊佐治來了 不是真的他 20分 0比1 1比1 2比1 2比1 寶萊佐治 唉 寶萊佐治怎麼樣 這場球 有點怕怕 D 22分 天王山之節 唉 2K重2 始終都是2K重2 SIMK 回到主場 這場球要不要入場 希望不用 但是看個勢 嘩 嘩 那我們入場剪的highlight 不如 看個勢好像追不回來 看個勢好像追不回來 到第4節的時候 我先看看 第4節開始的時候 即是第3節結束的時候 暫時落到11分 Bender Ingram 17分 不過那邊的話 你寶萊佐治 11分 不是太多 好了 來到現場之後 其實看到那些年輕人是打得不錯的 班尼斯這個球 扔開Jayam Wilson 有些空間 所以都可以放入 Jaynon Brown Ryelping 三分命中 然後加拿蘭 自己突破 打過板 亦避開了Jayam Wilson 的Bloach Shot 下一次進攻還是他 急停跳頭 都有 然後見到 班尼斯大蝦勢 對著史努特 也是相當輕鬆 左手打敗 然後加拿蘭 放阿里奧給到班尼斯 班尼斯入場之後 表現是不錯的 有不少的得分鏡頭 好了 最後三分半鐘 看看怎麼樣 Brandon Ingram 這邊 Stepback的中距離 應該是一個long tour 是有空降的 但是不進 史努特 給到George 給他 然後說 史努特突破分球 布萊佐治來了 唉呀 這臭鬼 手刃舊主 Brandon Ingram 大家都穿著25號 有點勉強 分出來加拿蘭 Double貼 嘩 謝倫布朗空了 唉呀 為什麼要被Brandon Ingram Brandon Ingram 中距離都有的 不是Brandon Ingram不行 是剛剛加拿蘭 應該找謝倫布朗才對 Brandon Ingram今晚17中7 Brandon Ingram 又來了 為什麼加拿蘭 他 阿弗你搞什麼 阿弗你搞什麼 你看到我們進攻的時候 加拿蘭是對位史努特的 防守的時候 阿弗你搞什麼 為什麼要加拿蘭 保羅佐治 好了 進攻端 加拿蘭沒問題 進攻端 但是 真是加拿蘭 保羅佐治 這個是完全不能記錄的 阿弗你搞什麼 本身加拿蘭打Ponga 這個位置都不算是高 還要對著保羅佐治 怎麼記錄啊 真的好像ATM機一樣按它 入場的話 就是無形的遊戲 謝倫布朗 怎麼樣 謝倫布朗 沒有了 沒有了沒有了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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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分吧 黃斯亞斯 貼給George 阿弗你 還給了 保羅佐治 繼續是巴尼斯 他 哇 謝倫布朗 不用了 當然 協王都到位 史奧特 最後上個板納 不進的 加拿有板 基倫布朗 又是自己來 好了 加拿 三分 不進的 那就問水了 咦 但是還有球權 看見到 阿北這邊 上了 Maxi Keeper 換下了 普迪斯 但是這場球 看見場邊 卡比奈 是穿著外套 他是完全沒有出場的 我懷疑 是淘汰 謝倫布朗 依然是選擇自己單打 依然是不進的 沒有了 應該比較問水 普羅佐治 這邊應該是很困難的 上個賽季 直播第二回合 到了2K寵兒 整個人都不同了 回來 Maxi Keeper 給了謝倫布朗 也是自己來的 這次的話 謝倫布朗 的干擾 是硬了一點 哇 開始繁盔戰術 好了 時間到結束 謝倫布朗 來發邊線球 給了再差 哇 在半場的位置 Double Team 斯奴特 直接問一個三分 手氣刀羅 很有信心 那就殺死比賽了 最後的比分 116比108 普羅佐治 首刃舊主 恭喜唐我 恭喜2K寵兒 真的很難搞 接著就模擬了 剩下的比賽 我現在才發現 Clay Thompson 所在的球賽 也是殺到分 決賽 也是殺入決賽 所以 Final的話 是Clay Thompson VS 保羅佐治 但是唐我 的威力 大家都看到 最後的FMVP 是Jian Williamson 其實第一個賽季 我認為是更加好的 就是保羅佐治 和Clay Thompson 攻守兼備 這個賽季 Brander Ingrom的外線防守 是會有一點 但是這個陣容的評分 是比較高 不過你說這麼多 都沒有用 你開局 選一隊唐我 你不用做什麼 你都是奪冠熱門 所以 不要和2K鬥氣 OK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喜歡的朋友 記得多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